李文直言孙安佐人生完了,未来连找工作都难。 李文,佐,认为孙安佐未来人生堪率,和成图,2018408。 李敖掌女李文,继之前狂逼孙鹏和迪鹰把孩子送入虎口之后,在受访表示,孙安佐日后即使全身而退,恐怕人生也完了,他更列举孙安佐未来可能遭遇的困境。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,李文认为孙安佐以后会很难找工作,更遑论他最想当的警察,也会很难拿到许多工作执照,信用更会出问题,不能办信用卡,不能借款等等。 至于很多国家也很可能不让他入境,尤其他最爱收藏的武器,当然连碰都不要碰,否则动辙得救。 以下是李文列举孙安佐未来可能遇到的九项困境。 一,以后难找工作,孙警才梦碎。 二,很难拿执照,包括孙希望效法李昌玉拿现实专家证照也不可能。 三,不能拥有武器。 四,不能借款。 五,不能入境很多国家。 六,拿不到奖学金和助学贷款。 七,不能参加实习工作。 八,不能参与有兴趣的工作。 九,信用出问题不能申请水电租金与信用卡等。